花铃县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协会理事长李向点11号坚证了104份 后背是书包给同门国小师生 在疫情严峻的时刻带来两岸的关怀 秀铃乡乡长王玫瑰同门国小的校长黄晴聪也到场表达了感谢之欲 秀铃乡长王玫瑰表示 今年4月秀铃乡多点爆发疫情 相公所全力抗议疫情 积极执行部落疫情最终引起关怀 但偏向物资不足 而这次来自广西省桂林市桥头国小之争的书包 有花了一些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协会转正 也特别感谢相当的温暖 感谢理事长上点 这一次虽然疫情 他还是很勇敢进到我们秀铃乡 最重要是来关心我们的小朋友 他知道在这个疫情过程中 尤其是原乡必须要受到更多的光怀 才能够度过疫情 他们用他们实际行动的力量 虽然是一个小包包 他这样的一个作为 他希望有更多外界的人来关注我们秀铃乡 所以他这次来自证物资 也是包包给小朋友 在同门国小是第一站 那陆续刚刚跟他聊过 陆续会为更多的学校来服务 依照各学校的需求 再来给予更多的光怀 在这里我要代表孝林乡 所有宿林乡的乡亲 感谢我们上点理事长 以及他的工作团队 理事长李上点表示 值得凤凰花开的时候 也是新兴学子毕业之际 虽然疫情严峻 但爱没有距离 在协会的牵线之下 广西省桂林市桥头国小 自证与互有教育的 同门国小一批书包 作为毕业礼物 进而凝聚两校的情谊 分享喜悦以及爱心 让偏向弱势而同 勇敢对抗疫情 我们当然在这里 也要感谢桂林市台办 以及桂林市秀风区 桥头小学的家长 家长会 以及校长 我们要跟他们说谢谢 也再次感谢校长跟厂长 全力的支持这个活动 我希望下一次 还有更多的机会 在做这方面的 那个 那个 均助的 那个 那个活动 因为我在想 修理厂还有很多国小 我们还没有去落实 我希望这是在透过 我们的 那个修理厂的大家长 再以协助 修理厂长会表示 是疫情当前 远在广西的桥头 国小学生展现关怀 而这次带来的爱心书包 可为家长们减轻负担 特别致责感谢 这样来表达感谢 下单 华欣聪 则是前面孩子们 未来做个手心向下的人 学会所成更懂得付出 做别人的贵人 国小木琴对特别带来一段迎宾演奏 而孩子们兴奋地接受书包之后 也以双手支援的一株手链 作为交换礼物 为理事长相长代上 层面是相当的温馨 记得请订阅 在影片中文章